下面我们来介绍胎盘期待的异常 前置胎盘是胎盘异常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病 前置胎盘是指28周之后 怀孕28周之后 胎盘部分或者全部 甚至胎盘的下源达到或者覆盖宫颈内口 宫颈内口是很重要的位置 其位置低于胎先漏 这是前置胎盘的概念 它的超声表现是什么呢 前置胎盘分为低质胎盘 胎盘的最低部分负责于子宫下段 但是未达到宫颈内口 它去宫颈内口的距离要小于两厘米 宫颈内口胎盘的下源 这个距离小于两厘米 与宫颈内口的距离 这是低质胎盘 边缘性前置胎盘 宫颈内口胎盘的下源 达到了宫颈内口的边缘 但是它没有覆盖宫颈内口 这是边缘性前置胎盘 部分性前置胎盘的概念 在我们超声中已经不再使用了 因为单凭超声我们很难判断 它到底是一个部分的前置胎盘 还是一个完全性的前置胎盘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中央性或完全性前置胎盘 胎盘部分或者全部覆盖宫颈内口 这是一个中央性或完全性的前置胎盘 我们知道在超声检查中 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造成胎盘前置的假象 对这些原因我们必须要做到心中有数 能正确地诊断胎盘前置 都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是膀胱过度充盈 这是一个造成胎盘前置假象的重要原因 子宫局部的收缩 也会引起胎盘前置的假象 包括子宫肌瘤 羊膜腔外的血块 都会造成胎盘前置的假象 膀胱未充盈或者过度充盈 都会造成胎盘前置的假象 所以我们在查胎盘的时候 膀胱要适度充盈 这样才不会对胎盘的位置产生影响 我们才能正确地判断胎盘的位置 所以说指导体的答案就是 第12345 像全部都能造成胎盘前置的假象 女性36岁运30周 近两天阴道流血4次 不办复痛 临床诊断为前置胎盘 无痛性阴道流血运期 这是前置胎盘的临床表现 下列哪些超声表现 支持前置胎盘的诊断 我们看一下 胎盘完全覆盖子宫内口 这是胎盘前置的超声表现 胎盘位于后臂 它不一定前置 胎盘下缘部分覆盖子宫内口 这是一个部分性胎盘前置的超声表现 胎盘下缘打子宫内口 但未覆盖子宫内口 这是边缘性胎盘前置的表现 胎盘下缘与宫壁之间 可见缩形的中等回声 这是胎盘边缘如猫膜下出血的超声表现 胎盘局部增厚 这是胎盘早波的超声表现 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就是A、C和D 如果要确诊前置胎盘 超声主要观察的指标有哪些 我们要确定胎盘的位置 但是不需要判断胎盘的分级 我们要明确子宫颈内口的位置 这是非常重要的 确定胎盘附着部位 判断胎盘的下缘在哪里 这也是重要的 胎盘内部的回声与胎盘前置关系不大 确定胎盘下缘与宫颈内口的关系 这也是正确的 观察胎盘下缘与胎头的关系 胎盘前置的时候 胎盘的下缘要低于胎先漏 这是正确的 确定胎盘下缘是否有期待插入 这是血管前置的诊断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指导题的答案 就是B C和E 超声诊断前置胎盘时 应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答案 前面我们讲了会有一些因素 造成胎盘前置的假阳性 所以说在我们诊断中 要避开这些因素 首先是孕妇适当充盈膀 过度充盈和不充盈 都会造成胎盘前置的假象 所以这是正确的 当胎头位置低时 往往用会音来检查 这是正确的 中期妊娠时诊断前置胎盘要慎重 在中早期妊娠时 诊断胎盘前置要慎重 这是对的 我们在28周之前是不下明确的 前置胎盘诊断的 要注意与羊膜腔外血块的鉴别 这是正确的 应避开明显的子宫收缩时期 应注意与子宫肌瘤鉴别 这是都是正确的 所以说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就是ABCDEF 前置胎盘的主要危险因素有哪些 我们看抛宫铲 子宫手术时都会引起前置胎盘 高龄孕妇以及多产时 也会引起前置胎盘 这两种与前置胎盘没有关系 所以说答案就是ABDE 下面我们来介绍血管前置 血管前置是指胎膜的血管 位于胎儿鲜漏的前方 跨越宫颈内口或者接近宫颈内口 是绒毛异常发育所致 它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如果血管前置在产前没有诊断出来 那么在胎儿生产过程中 就会引起压迫 造成前置的血管出血 而引起大出血 成为一个产科的急症 我们下面来看超生表现 宫颈内口或者内口边缘 可见一条或多条胎膜血管 跨过位于胎鲜漏与宫颈内口之间 形成前置血管 平普多普勒显示 跨过宫颈内口的血管 它是一个来自于胎儿的血管 可出现于繁状胎盘或者副胎盘 好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 这是一个宫颈内口 胎盘 胎儿 那么在胎儿的胎纤漏与宫颈之间 我们做超生检查时 发现了一根或多根的血管 跨过宫颈内口 或者是在宫颈内口的边缘 那么它就是一个血管前置 可以引起很危险的产科急症 破裂出血 当胎鲜漏下移 通过宫颈口的时候压迫出血 它的平普多普勒 可以在宫颈内口和胎鲜漏之间的血管中 探测到来源于胎儿的血管 它主要建于反状胎盘 我们知道反状胎盘是脐带 深入胎膜内成扇形 进入胎盘实质 那么它在扇形进入胎盘实质的过程中 就很可能经过宫颈内口 造成血管的前置 也可以是负胎盘 负胎盘与主胎盘之间 可以有血管连接 来自于胎儿的血管 而这跟负胎盘与主胎盘之间的连接 也可以跨过宫颈内口 造成血管前置 前面我们介绍了血管前置的超声表现 那么它有哪些鉴别诊断呢 在胎盘早播的时候 显性的胎盘早播 剥离的胎盘和后方的血液 就会通过胎膜与胸壁间流向胸颈内口的上方 这时候胸颈内口上方与胎先漏之间会看到很多血液 但是它是不规则的 而且可以通过胸颈管流出流向阴道内 而血管前置呢 它在胎先漏与胸颈内口之间 可以看到的血管腔是形态规则的血管 呈条状有弊 CDFI可以探极道血流信号 这两者之间鉴别还是很好鉴别的 胎盘早播是通过宫颈管内流出来的 不规则的液体回生 血液来源于早播的胎盘后方 而血管前置是胎先漏与胸颈管之间的 规则的条状的血管回生 其内可以探极道胎儿的血流频谱 脐带脱锤 脐带脱锤也可以在胸颈内口看到有脐带显示 但是脐带脱锤时它不仅在胎先漏与胸颈内口之间 可以看到脐带的血管显示 在胸颈管内也可以有脐带的血管显示 因为脐带脱锤时它会不仅脱锤在胎先漏与胸颈内口之间 它甚至会脱锤到胸颈管内 这是脐带的脱锤 与前置的血管是不同的 前置的血管它不会进入胸颈管内 只是跨过胸颈管上方 所以脐带脱锤与血管前置 它们的血管走形 脐带的走形是不一样的 而且血管前置的血管 很少有脐带内的血管 它大部分是 副胎盘与主胎盘之间的血管连接 或者是繁状胎盘中进入胎膜内的扇形走形的分散走形的 或全部从子宫壁剥离 我们要记住胎盘早波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在20周之后 是叫胎盘早波 20周之前我们可以叫它是龙毛模后的出血 20周之后到胎儿免出之前 胎盘部分或全部从子宫壁剥离 引起局部的出血或者形成血种 它是胎盘早波 我们可以看 这是一种显性的胎盘早波 胎盘从子宫壁剥离 胎盘后方的血液 冲破胎膜 从肱颈管流至阴道 是一个显性的胎盘早波 当胎盘剥离后 胎盘后方的血液 积聚于胎盘与子宫基层之间 它血液不从肱颈管或者阴道流出来的时候 它叫隐性的胎盘早波 也有混合性的胎盘早波 当剥离面积比较大 血液部分积聚于胎盘后方部分流出 这就叫混合性的胎盘早波 临床上胎盘早波分为轻重两型 轻者的胎盘剥离面积 不超过胎盘面积的三分之一 所以说它引起了后果 没有重型的胎盘早波严重 它只包括胎盘边缘血痘的破裂出血 以显性的阴道流血为主要临床表现 而重型的胎盘早波 它是以隐形出血为主 这是轻型和重型的在阴道流血程度上的区别 我们再看一遍 轻型的它主要是以显性的阴道流血为表现 而重型的往往阴道不流血 是以隐性出血为主的 重型的胎盘玻璃面积 长超过胎盘面积的三分之一 同时有较大的胎盘后血种 有时候胎盘后血种也会突破绒毛膜 而进入阳膜后方 积聚于弓腔内 胎盘玻璃后 胎盘后方的血种 不仅积聚于胎盘后方 也进入阳膜腔的后方 在阳膜腔后方出现击血 这也是重型的胎盘早波的一种出血方式 同样它也表现为隐形的出血 所以说重型胎盘早波 虽然出血多出血严重 它的出血往往不表现为显性的 而是隐性的 重型胎盘早波 它的症状是突发性的剧烈的腹痛 在中晚孕期 尤其是容易出现在晚孕期 并发于孕高症的孕腹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正常的胎盘后方 胎盘本身均匀的实质性回升 胎盘后方有胎盘后间隙 以及胎盘后方的基层 那么在胎盘早波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胎盘增厚 胎盘内大的不规则的杂乱回升 其内没有血流信号 这是一个重度的胎盘早波 它的液体 胎盘后方的 液体血液没有排出去 表现为一个巨大的血种 把胎盘整体增厚 隆起 胸腔的范围变得很小 挤压胎儿 下面我们来进一步介绍 胎盘早波的超声表现 根据胎盘着床的部位 玻璃的部位 玻璃面的大小 出血时间的不同 胎盘的早波超声表现 可以说是各种各样复杂 非常复杂的超声表现 先来介绍胎盘玻璃的早期 胎盘玻璃早期 如果胎盘玻璃的范围比较小 它可以仅仅表现为胎盘的增厚 里面呈不均匀的高回升 但是看不到大范围的血种 而当胎盘早波进一步发展 范围增大以后 胎盘后方的血种积聚了 就会越来越多 表现为整个胎盘增厚 胎盘向胸腔内突出 胸腔受到挤压 胎儿受到挤压 胎盘后方的血种 就表现为不均质的杂乱回升 CDFI探极不到血流信号 胎盘内的血种也可以进入羊膜腔 形成羊膜腔内的肿块 这是胎盘早波范围逐渐增大 程度逐渐加重后的超声表现 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指导图 在胎盘早波的早期 仅可以表现为单纯的胎盘增厚 里面回升 不均匀 因为这时候胎盘玻璃的范围还比较小 但是当胎盘早波持续发展 就会形成胎盘内的大范围的 不规则的杂乱的回升 没有血流信号 这是胎盘后方以及胎盘内的血种形成 这时候的超声表现 另外血液还可以进入羊膜后方 血液进入羊膜后方 还会形成羊膜后方的血种 这是胎盘早波急性发展期的超声表现 在胎盘早波的后期急性的发展期过后 胎盘后的血种就会激化 成一个不均匀的高回升团 这时候胎盘是明显的增厚 胎盘的胎儿面向羊膜腔内捧出 挤压胎儿 羊膜腔可以变得很小 大部分被不规则增厚的胎盘所占据 气内的血种血块 不均匀的胎儿受挤压 挤向一方 羊水也变少 会出现羊膜腔后的血种 这是胎盘剥离的后期 有早期和中期的血种的低回升 逐渐向高回升 以及不均质高回升发展 胎盘边缘血痘的破裂 若胎盘边缘与子宫壁剥离以后 胎盘边缘的胎膜与宫壁分离隆起 胎膜下会引起血液的积聚 它表现为也是一个不均质的低回升 随着病情的发展 会发展成不均质的高回升 但是它不会形成胎盘后的血种 而是积聚于绒毛膜下方 胎盘边缘的血痘破裂以后 血液和血种积聚于绒毛膜的下方 所以胎盘边缘血痘破裂 和胎盘早波的超生表现是不同的 鉴别诊断胎盘内的血池 我们知道在正常胎盘内会出现静脉血池 它是呈云雾状的生影在流动 随着静脉压的不同 以及患者可以让它去休息 平卧 胎盘内的血池大小会有变化 这点和胎盘早波的超生表现是明显不同的 所以说胎盘内的静脉痘血池 它还是很有它的特征 很好鉴别 胎盘后方的子宫肌瘤 胎盘后方的子宫肌瘤也会将胎盘顶起 突向弓腔 后方形成 后方可以看到 实际了低回升 但是胎盘后方的肌瘤边界倾 形态是规则的 大部分是圆形和类圆形的 CDFI肿块内还可以看到血流信号 而胎盘早波后方的血种是不规则的 早期是低回升 到后期就是一个不均质的杂乱的高回升 CDFI也看不到血流信号 所以说胎盘早波与胎盘后方的子宫肌瘤 鉴别也并不困难 我们再看胎盘的囊肿 胎盘的囊肿具有典型囊肿的表现 臂薄透身好 与胎盘后方的血种也很好鉴别 胎盘内的血管瘤都位于绒毛膜板下 胎盘十字内 它是突向羊膜腔回升比较均匀的 而胎盘早波的血种呢 大部分位于胎盘的后方 它可以让整个胎盘隆起 突向羊膜腔 但是它不在胎盘的表面 突向羊膜腔 胎盘的血管瘤 大部分位于胎盘的表面 突向羊膜腔 回升也比较均匀 边界轻 而且CDFI里面 可以看到丰富的血流信号 胎盘早波时 胎盘后方的血种 是没有血流信号的 子宫局部收缩 若发生在胎盘附着处 也会看到胎盘向羊膜腔内隆起 胎盘后方有突出的半圆形的弱回升区 但是它不伴随有剧烈的腹痛 并且平过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子宫的局部收缩就会完全消失 所以说经过观察 它和胎盘早波是有明显不同的超声表现的 可根据子宫舒张后 图像恢复正常与胎盘后方的血种进行鉴别 胎盘边缘抬高 并可见血种回升 同时半腹痛 阴导出血应该考虑什么呢 要考虑一个显性的胎盘早波 答案是C 胎盘早波是指妊娠20之后 至分娩期正常位置的胎盘 在胎人免出前部分会全部从子宫壁剥离 它的病理变化是什么呢 抵褪膜蓄管 好 我们看一下 一是抵褪膜蓄管破裂出血 这是它的病理变化 抵褪膜层血种形成 这也是它的病理变化 绒毛膜出血 绒毛膜出血 这是一个胎盘边缘血痘的破裂引起来的 胎盘附着处子宫收缩 这也不是胎盘剥离有病理变化 那么答案就是B 一二 胎盘早波应与下列哪项疾病鉴别 胎盘后的静脉从 胎盘后的静脉从如果范围很大的话 它也会表现为胎盘后方的低回升的血液积聚 但是它与胎盘早波的血种明显是不同的 胎盘早波的血种早期是低回升 短期内就会逐渐发展为不均质的高回升 会有变化 并且伴随有越部持续剧烈的复通 而胎盘后静脉从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它的范围没有胎盘早波的胎盘后血种范围那么大 子宫局部收缩我们前面也讲了 通过反复的观察会观察到舒张期子宫局部恢复正常 没有再看到凸向弓腔内的低回升 所以说我们也能排除是胎盘早波 胎盘后的子宫肌瘤 刚才讲了边界清晰形态规则 内内有血流信号和胎盘后方的血种也是明显不同的 胎盘内的大血痘 胎盘内的大血痘大部分位于胎盘实质内部 并且可以看到云雾状的液体流动生影 血痘的范围会有一定的变化 它和胎盘后方的血种也是不同的 所以说一二三四都是需要鉴别 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就是D 下列哪些是胎盘早波生象图的表现 胎盘与子宫壁之间形成血种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 胎盘增厚 胎盘早波的典型表现 胎盘的胎尔面像羊膜腔出 典型的胎盘早波表现 那么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C一二三都是 胎盘早波的时候羊水是不会增多的 胎盘植入 我们先来看一下胎盘植入的概念 胎盘植入是指胎盘附着处异常 表现为胎盘绒毛异常植入到子宫的基层 那么它有几种呢 我们可以看正常的时候 胎盘后间隙与子宫基层之间 有明确的分界 胎盘形态规则 厚度正常 范围正常 子宫基层厚度也是正常的 在胎盘轻度植入的时候 可以看到胎盘的绒毛面 部分侵袭至子宫基层内 但是还有一部分正常厚度的子宫基层 这是一个胎盘植入 完全植入到子宫基层内的 可以看到胎盘的组织 完全植入到子宫基层内 正常的子宫基层 只剩薄薄的一层 这是穿透型的胎盘植入 我们可以看到胎盘的组织 穿透了子宫基层 穿透了浆膜层 向子宫浆膜层外发展 很多就会侵袭到膀胱的后臂 这是一个穿透型的胎盘植入 我们先来看胎盘植入的超生表现 首先的表现就是胎盘增厚 面积增大 胎盘内异常的血痘增加 范围增多 可以看到云雾状的生影 胎盘后的间隙消失或者是不显示 当胎盘进一步侵入到子宫基层之后 胎盘后间隙消失或者是不显示 胎盘后方的子宫基层低回生带 明显的变薄或者消失 小于两毫米 正常的时候是1.0到2.0厘米之间 胎盘后方正常的基层 当胎盘植入的时候 基层小于2毫米 胎盘绒毛组织可以经膀胱 显示膀胱膜膜层强回生带也是消失的 穿透型的胎盘植入时 膀胱膜膜层强回生带消失 表现为一个局部外凸的结结状 增厚的膀胱壁包块 CDFI胎盘周围的血管分布明显增多增出 而且不规则 我们先来看图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胎盘实质增厚 范围增大 内部的多发的血池 不规则的枪袭 二维可以看到云雾状的身影 CDFI血池内丰富的血流信号 胎盘后间隙消失或者是显示不清 根本就看不到了 子宫的低回生 也是连续性中断甚至消失 在这张图我们已经看不到 子宫后方正常基层的低回生了 膀胱后臂也受到了侵袭 膀胱后臂增强回生不规则 呈结结状凸起 CDFI胎盘周围的血流信号非常丰富 甚至一直丰富的血流信号延续到膀胱后臂 甚至部分凸向膀胱后臂 这些都是胎盘植入的典型超声表现 我们来看下这是一个胎盘植入的树中可见 可以看到胎盘周边 怒章的血管 分布于子宫胶膜层的表面 这些也会有相应的 彩色多普勒超声的表现 我们看到就是胎盘附着处周边 膀胱后臂的血流信号增多 与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张图是一致的 胎盘植入应该与胎盘内的血池鉴别 胎盘内的血池表现为胎盘内的数个低回生腔息 少于植入 我们刚才讲了胎盘植入的时候 胎盘内会出现多个规则的低回生间隙 息内有血流信号 而胎盘内的血池呢 它是数个一个或者两个三个 它的数目远没有胎盘植入时 胎盘内的不规则腔息多 这是它们的鉴别点 好 我们下面再来介绍胎盘畸形 首先来讲反状胎盘 膝带入口不直接插入胎盘实质 而是直接插入胎膜 息血管在胎膜内分为多支呈扇形 在胎膜内走形一段再进入胎盘实质内 CDFI可以更好的显示这一特征 繁状胎盘可合并血管前置 繁状胎盘 这是一个胎盘 脐带先进入胎膜内之后 呈分散扇形的进入胎盘实质 这就是繁状胎盘的特征 繁状胎盘就容易并发血管前置 走形于胎膜内的血管分支 如果跨过胸颈内口 它就形成了血管前置 边缘性脐带入口又叫球拍状胎盘 脐带入口位于胎盘边缘的两厘米之内 这叫边缘性脐带入口 也叫球拍状胎盘 它与繁状胎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繁状胎盘是脐带入口位于胎膜内 然后走形于胎膜后方 分散进入胎盘 这是它们的不同之点 负胎盘 负胎盘是指在离主胎盘的周边 一段距离也就是大约2.0厘米 有一个或数个小胎盘 负胎盘与主胎盘之间 有来源于胎儿的血液连接 有来源于胎儿的血管连接 负胎盘主胎盘之间 这是脐带 距离要大于2厘米 而且它们之间有血管连接 这个血管还是要来源于胎儿的血管 这就是负胎盘 我们来看一下超声表现 二维超声显示在主胎盘之外 有一个或者是几个与胎盘回生相同的负胎盘 与主胎盘之间距离一定要大于2厘米 CDIFI显示 负胎盘与主胎盘之间有血管连接 而且它是胎儿的血管 负胎盘也容易合并血管前置 我们前面讲了 负胎盘主胎盘之间的血管连接 如果跨过宫颈内口 它就会形成一个血管前置 鉴别诊断 它需要与多叶胎盘和多者胎盘来进行鉴别 多者胎盘是多者胎盘之间没有血管连接 每个叶的血管只有在进入脐带以后才会汇合 这是多个胎盘 它们之间是没有血管连接的 多叶胎盘 多叶胎盘是一个胎盘分成两叶或者多叶 但是叶与叶之间有胎盘组织连接 我们看这是一个双叶胎盘 一个胎盘分为前臂后臂两叶 但是两叶之间还是有少许的胎盘组织连接的 其带入口位于中间 这是一个双叶胎盘 这是一个负胎盘 我们可以看到 主胎盘在后臂 负胎盘在前臂 负胎盘与主胎盘之间有来源于胎儿的血管连接 这就是一个负胎盘 可能导致血管前致的异常有哪些 我们来看 繁状胎盘容易引起血管前致 负胎盘也会 双叶状胎盘也会出现血管前致 磨状胎盘 磨状胎盘也会引起血管前致 而完全性前致胎盘是不会引起血管前致的 所以说这道题的答案我们要记一下 ABCD这四种都有可能引起血管前致 好我们来介绍胎盘绒毛膜血管瘤 胎盘绒毛膜血管瘤表现为胎盘十字内 边界清晰的包块 有包膜或者无包膜 可以位于胎盘的母面 紫面或者是实质的内部 超生表现也不尽相同 CDFI7内有丰富的血流信号 我们看这是一个胎盘内的绒毛膜血管瘤 边界清晰 无包膜的实性的低回伤 位于胎盘的紫面 然后CDFI7内有丰富的血流信号 看到这个特征我们就要考虑 它是一个胎盘的绒毛膜血管瘤 胎盘的绒毛膜血管瘤还会引起什么 羊水增多 这都是它的超生表现 鉴别诊断 胎盘绒毛膜的血管瘤也要和胎盘内的血池鉴别 胎盘内的血池它不会数量很多 一个或者两个 它的血流因为流速低 所以说血流信号难以显示 而胎盘内的绒毛膜血管瘤 是一个实质性的低回伤 其内还有明显的血流信号 胎盘藻波 当血管瘤位于胎盘母体面的时候 容易和胎盘藻波混淆 但是胎盘藻波胎盘后方是血肿 形态不规则 回升减低也可以是不均匀的增高 内部没有血流信号 而绒毛膜血管瘤 胎盘内的绒毛膜血管瘤 是边界清晰的实性的低回升 CDIF内可见血流信号 所以说经过仔细的超生鉴别 我们是可以鉴别这两种疾病的 RH不合的胎盘生象图特点是什么 我们需要来掌握 RH血型不合 胎盘生象图特点就是胎盘增大 答案就是A 其他的两个都不符合 RH血型不合造成的胎盘生象图特征 胎盘藻波的临床超生表现 哪像是错误的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胎盘藻波如果是显性的胎盘藻波 它就会出现阴道出血 这是正确的 胎盘覆盖宫颈内口 这是胎盘前置的超生表现 分为胎盘后与边缘出血 这也是胎盘藻波的表现 可导致早产胎儿死亡 是抵退膜出血 形成血肿 以上全部都以上除了B 都是胎盘藻波的表现 那么答案就是B 好 下面我们开始介绍胎儿畸形 我们先来做一道练习题 来了解一下胎儿畸形中一些重要的知识点 中孕期超生发现的胎儿畸形有哪些 好 我们来看答案一一分析一下 无脑儿13周末就可以发现 所以它是正确的 中孕期也可以发现脑基水 基柱裂 奇扇 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孕期可以发现的疾病 那就是答案是1234 那就是D 我们看一下 胎儿中枢神经系统 畸形常见的有哪些 我们知道常见脑基水 无脑儿 脑基膜蓬出 基柱裂脑膜蓬出 12345 这五个全部都是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的畸形 那么我们看它答案是不是D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详细的介绍胎儿畸形 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中枢神经系统的畸形 首先先介绍无脑畸形 无脑畸形它的超生表现是 颅骨在运12周之后 正常运12周之后才会出现骨化 所以超生在此前 我们即使没有看到明显的颅骨光环 也是不能诊断无脑畸形的 这个知识点要先记住 然后就是在运12周之后 无脑畸形的超生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 颅骨的强回生环是缺湿的 仅在颅底部探及部分强回生的骨化结构 没有大脑半球 没有脑组织 有人称为流节 这是一个胎体 但是在头颅应该的位置 只看到一个强回生的 不规则的结结状的物质 没有脑组织 这叫流节 这是无脑儿的超生表现 头面部的关状切面 以及双眼球的横切面 可以显示双眼球向前突出 呈挖状的面容 这是无脑儿的特征 双眼球是向前突出的 没有颅骨短小 没有颅骨 但是面部有特征性的超生表现 眼眶上方无颅骨覆盖 50%还合并颈段或者是腰段的 脊髓脊膜蓬出 这是无脑儿的超生表现 无脑儿的鉴别诊断 我们知道无脑儿 它的超生特征 就是颅骨光环消失 或者是仅有少量的强回生斑块 称为流节 它是没有一个正常的颅骨光环的 而小头畸形 它的颅骨强回生环还是存在的 虽然它的双顶镜 以及头围明显的小于 正常运周的胎儿 但是它可以探极到颅骨的强回生光团 和无脑儿还是不同的 漏脑畸形 漏脑畸形它也没有颅骨 没有正常的颅骨光环 可以看到它的脑组织漂浮在羊水中 脑组织是存在的 这是和无脑儿的区别 但是随着生长发育 胎儿自己的双手 会逐渐地将脑组织骚巴至完全消失 或者是散在地漂浮于羊水中 出现羊水的浑浊 然后接着就出现一个无脑儿的潮生特征 部分或完全不存在的颅骨 只在颅骨的部位出现少量的强回生斑块 没有脑组织 这个时候就可以诊断它为一个无脑儿 它和漏脑儿也是不同的 脑棚出即脑膜棚出 脑棚出是指颅骨缺损 伴有脑膜和脑组织从缺损处的棚出 而脑膜棚出呢 是指的仅有脑膜 而没有脑组织从颅骨的缺损处棚出 这是它们俩的不同的地方 超声表现 颅骨的强回生连续性的中断 我们可以探计到颅骨的一部分 强回生连续性中断 然后这是脑或脑膜棚出的特征性表现之一 颅骨强回生的中断 缺损处脑组织和脑膜棚出时称为脑棚出 脑组织和脑膜一起棚出称为脑棚出 可以见到缺损处有不均质的低回生包块 脑组织会有棚出 当颅骨缺损处 仅有脑膜棚出 而没有脑组织棚出的时候 它就叫脑膜棚出 脑膜棚出 它的脑内紧含有脑基液 而呈无回生区 不含有脑组织的实性的不均质回生 这是脑棚出以及脑膜棚出 颈部脑膜棚出应与颈部的水囊流相间别 颈部的水囊流是指位于胎儿颈部的囊性回生 内可见分隔 也可以见没有分隔的单纯的囊性回生 它不会出现脑颅骨的缺失连续性中断 也不会看到连续性中断处的囊性包块突出 内可见部分脑组织 或者是没有脑组织时 单纯的囊性团块 从缺损的颅骨处向外突出 这点是可以和颈部的淋巴水囊流进行鉴别的 位于额部的脑或脑膜棚出 常有眼距过远面部畸形 偏质体发育不良等其他的并发的畸形 这是脑膜棚出和脑棚出 它的超声表现以及鉴别诊断的特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基柱链 基柱链它分为闭合性基柱链和开放性基柱链 我们看一下模式图 闭合性基柱链基柱局部的缺损 基膜的棚出 但是它表面有皮肤的覆盖 这个也是一个闭合性基柱链 尽管它已经凸向体外 但是它基膜棚出 局部的缺损 表面还可以看到薄薄一层的皮肤的覆盖 这也是闭合性基柱链 这个基柱链我们也可以看到基膜的缺损 基柱局部的缺损 基膜的棚出 内可见纤维的马尾 棚入 但是它表面是没有皮肤覆盖的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基柱链 这是它们的不同的模式图 好 我们再详细地介绍超声表现 基柱链开放性基柱链的超声特征呢 基柱的强回声线连续性是中断的 裂口处皮肤以及深部的软组织连续性也中断 所以说它裂口处的棚出表面是没有皮肤层覆盖的 囊状基柱链可见中断处棚出的是囊性包块 里面有基随马尾或者基随的组织 基柱链可扮有基柱厚图和侧图的基柱形 基柱横前面上显示锥中的骨化中心 呈V字形或U字形的开放 这是基柱链的超声表现 隐性基柱链呢 它也是基随基柱局部的强回声连续性中断 基膜的棚出 内垂有脑基液或者是基神经马尾 但是它表面有皮肤层的覆盖 这是隐性基柱链 开放性基柱链的脑部特征 开放性基柱链的时候不仅有基柱的典型的表现 它在脑部也会有它相应的表现 就是柠檬头 柠檬头 香蕉小脑 炉后窝尺消失 开放性基柱裂长 伴随了脑部表现 我们再看一下 小脑变小弯曲 呈香蕉状 香蕉小脑 典型的香蕉小脑 炉后窝尺变小或者消失 柠檬头就是涅部傲陷 顶部突起 形似柠檬 柠檬头可以伴随脑式的扩大 开放性基柱链 除了办法有基柱侧突或者是后突的畸形时 还可以合并其他的基型 足内翻 足外翻 膝反驱 先天性款关节脱位 脑积水 肾积水 羊水过多等等 也就是说开放性基柱裂 它缺损的程度大 范围大 它并发了脑部的特征 也有一系列特征性表现 同时还会有合并一些其他的基型 我们在发现开放性基柱裂的时候 所以不能局限于仅仅找到基柱裂的部位和脑部的异常 还要再一步去寻找它有没有足内翻 足外翻 以及先天性款关节脱位等这些其他的基型 不能遗漏 好 我们这里介绍完了基柱裂中最重要的开放性基柱裂 而隐形基柱裂呢 由于它缺损范围小 表面有皮肤覆盖 经常在我们超生检查中会被遗漏 也就是B核型基柱裂的遗漏可能性比较大 它也不伴随有相应的脑部的窄片 其合并其他的基型的概率也比较小 当然有一种非常大的向外突出于体外的基柱裂 它表面有一层皮肤组织覆盖 这也属于B核型基柱裂 也是隐形基柱裂的一种 这一种相对于 这种相对于皮肤下方的小的隐形基柱裂来说 要好诊断一些 好 关于基柱裂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鉴别诊断 我们看一下基柱裂呢 要与半椎体来进行鉴别 半椎体表现为基柱一侧的椎体消失 另一侧的椎体是正常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椎体走形正常 一个一个一个 而这一侧的椎体只剩下半个 缺损了一半 这一半消失不见了 所以说会引起基柱的侧突击形 但是在缺损处它怎么和基柱裂鉴别呢 在缺损处我们尽管只看到了半椎体 这儿是缺损的 但是它表面却没有囊性包块的棚出 在基柱横切面和冠状切面 我们看到的同样是有相应的变化 只剩半椎体 但是它没有颅内节奏的改变 头的形状还是正常的 小脑的形状也是正常的 不伴有脑积水等其他的表现 这是半椎体和基柱裂的鉴别 它们两个超生表现是相差很大的 应该很好鉴别 超生提示养水过多 我们要考虑的胎儿畸形 是不是要首先考虑 中枢神经系统的畸形呢 那就是基柱裂 无脑儿 消化系统的畸形 我们要考虑十二指肠闭锁 十道闭锁 而肾的发育不良 泌尿系统的畸形是羊水少 好 这道题的答案我们看一下 就是ABC和F 对胎儿基柱扫查 发现胎儿腰底部可建议 4.6乘3.7的边界倾处 有薄壁的囊性站位 超生诊断为胎儿腰底部 基柱裂半肌膜蓬出 前面超生已经提示我们 这是一个胎儿腰底部的 基柱裂半肌膜蓬出 那么它相应的超生表现 我们就来复习一下 答案是ABDE 我们看 基柱湿状切面 腰底部后方的强回生光带 连续性中断 这是基柱裂的超生表现之一 B 腰底部皮肤光带 及其身部软组织的回生 也是连续性中断的 这也是基柱裂半肌膜蓬出的超生表现 D 基柱横切实 基柱三角形骨化中心 失去正常形态 变成开放的U型或者是V字形 横切面时呈典型的V型或者U字形 基柱关状切面后面的两个追攻 骨化中心距离减小 这不是基柱裂的表现 好 这道题的答案就是这样的 当对该胎儿进行颅脑扫查时 可能发现脑部异常 我们知道基柱裂会伴有什么呀 柠檬头 小脑 香蕉小脑 颅后窝尺消失 侧脑是扩大 可以有脑积水的表现 透明隔腔消失是不会的 这是平脂体缺失的超生表现 这是全前脑的超生表现 这是丹丁窩穿的超生表现 这道题的答案就是我们看 A D和G 它是激发于基柱裂时的颅内表现 还应该有一个特征性的表现 就是柠檬头 涅部凹陷 基柱裂也可出现柠檬头 该征的特点及出现的时间和原因是什么 好 我们一个一个看 柠檬头的特征就是前额隆起 涅部塌陷 前额塌陷是没有的 双侧颅 24周之前 98%的病例有此特征 28周之后 这个特征会逐渐的消失 所以这是凑的 是颅内压力降低的结果 这是正确的 我们看一下他答案 A B和E和G 我再复习一下 柠檬头的表现是前额隆起 涅骨塌陷 24周之前 98%的病例 基柱裂的会有柠檬头的特征 然后它是颅内压降低的结果 好 该孕夫引产后证实超生所见 根据产前超生诊断技术案例的规定 妊娠18到24周超生 所诊断的致死性畸形出严重的开放性基柱裂外 还包括哪些畸形 这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掌握 甚至是熟悉的 我们来看一下 必须要诊断出的畸形 首先有无脑儿 严重的脑棚戳 严重的胸腹壁 缺损内脏外翻 单枪心 致死性软骨发育不全 我们看几个 除严重开放性的肌肉裂以外 1 2 3 4 5 还有5种 总共是6种 是在产前18到24周 必须要诊断出来的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A是无脑儿 C严重的脑棚出 D是严重的胸腹壁缺损内脏外翻 F单枪心 G致死性软骨发育不全 这几种 女性34岁 27周超生发现羊水过多 羊水过多提示中枢性 神经管畸形 消化道畸形 不正确的就是D 超生检查发现胎儿 底尾部肌柱裂合并 肌膜蓬出 该胎儿最可能出现的特征是什么呢 颅后窝尺消失 答案就是C 超生检查还发现该胎儿 侧脑式扩张宽度为1.7 关于脑积水的诊断标准 正确的是什么呢 侧脑式宽度要大于1.5 这是它的诊断标准 好我们下面就来介绍脑积水 脑式系统的扩张 脉络从成悬挂征 悬挂于侧脑式内 脑式系统的扩张 轻度程度不等 重度的侧脑式增宽 脑络从成悬挂征 这是一个重度的脑积水 中脑倒水管狭窄导致的脑积水 它第四脑式是不扩张的 应寻找脑内其他的机型 颁发脑积水的时候 超生诊断是很明确的 1.1到1.5厘米之间是轻度的 大于1.5上就可以诊断为脑积水 这时候会出现一个脉络从悬挂征 出现脑积水的时候 我们不能满足于脑积水的诊断 而要寻找脑内其他的机型 长河并有其他的机型 如果是在中脑倒水管以上 耿租的话 那么它第四脑式是不会扩张的 这是一个鉴别它的耿租通路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第四脑式如果是正常的 我们就判断耿租部位在第四脑式以上的 中脑倒水管 它的鉴别 平时体发育不全或缺失 平时体发育不全的时候 透明隔腔是消失的 第三脑式上台 侧脑式是泪滴状的增宽 和侧脑式增宽 脑积水的超生表现是不同的 单纯脑积水的时候 侧脑式尽管增宽 它的透明隔腔是存在的 第三脑式位置是正常的 位于两侧丘脑之间 而且在纵切面的时候 偏质体却是我们看不到正常的 偏质体动脉走形 这是它们的鉴别 单纯的脑积水 还需要与全全脑 脑裂积型来进行鉴别 全全脑它的超生表现 较脑积水来说要复杂很多 它不仅有单纯的颅内表现 而且还伴有复杂的 颜面部的积型 包括毒眼 会鼻 单鼻孔 正宗的纯恶裂 它的颅内积型特征 完全进全全脑的时候 仅可见融合的丘脑 以及小脑 前边的没有正常的中部的大脑帘 也没有半球的裂锡 偏质体和透明隔腔都是消失的 丘脑融合 后方可见小脑 前面是一个单一的原始脑式 从超生生相图上与脑积水 鉴别还是不难的 脑积水的时候 透明隔腔 丘脑 正常的结构都是存在的 脑裂机型 脑裂机型分为 大脑裂开 分为前后两部分 裂开的地方 都是和侧脑式是 相通的 和双侧的侧脑式是相通的 这是丘脑 第三脑式 透明隔腔 尽管裂开 但裂开处和双侧的侧脑式相通 这是脑裂机型 在后面我们还会详细介绍 我们看一下脑积水的诊断标准 轻度的侧脑式扩张 小于15毫米的 属于轻度 它的预厚是比较好的 当侧脑式扩张超过15毫米的时候 它神经系统异常发育的风险 就逐渐增加 当重度脑积水的时候 会产生压迫 脑实质受压变薄 就会引起严重的神经系统的并发症 我们来看指导题 36轴胎儿最可能的诊断是什么 我们看它也是一个侧脑式扩张 但是它是成一个类滴状的扩张 我们在这里看到透明隔枪了没有啊 没有看到 看到第三脑式了吗 也没有看到 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脑积水 它应该是一个类滴状的侧脑式 类滴状的侧脑式建于什么 建于品质体缺失 它答案就是D 好 我们前面鉴别诊断中介绍了全前脑 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全前脑的超生表现 全前脑常于染色体畸形 如13 3体 183体 18号染色体短臂缺失等有关 也就是全前脑 它是一个染色体异常的疾病 全前脑分为无液全前脑 液状全前脑 以及位于两者之间的半液全前脑 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是一个典型的无液全前脑的超生表现 可以看到秋脑融合 大脑半球前部完全融合 没有分开 大脑连缺失 大脑半球的列区缺失 仅看见一个单一的原始的脑式 这是融合的秋脑 后方有小脑组织 我们说了就是严重的全前脑 也就是无液全前脑 经常伴发严重的面部畸形 大家看这是一个眼距 眼距近 会鼻 单鼻孔 是一个伴发严重面部畸形的全前脑的生象图 半液全前脑 半液全前脑是一种中间类型 它在液状全前脑和完全性的全前脑之间 大脑半球及侧脑式仅在后侧分开 前方还是相连的 仍为单一的侧脑式 秋脑融合或者不完全融合 我们来看这是一个融合的秋脑 这是一个半液全前脑 可以看到融合的秋脑 侧脑式可以在后方看到侧脑式后脚 但是在前方是融合的 同样是一个单一的原始脑式 这是一个半液全前脑 这些图看得更清晰 在前方侧脑式整个都还是融合的 单一侧脑式 在后方可以看到单独分离的侧脑式后脚 这是融合的秋脑 大脑连消失 可以看到前方是一个原始的单一的脑泡 这是一个半液全前脑 而液状全前脑的就是程度比较轻 秋脑式分开的 小脑也是正常的 双侧侧脑式大部分是分开的 只在侧脑式前脚的时候融合 透明隔腔消失 这样的液状全前脑程度比较轻 它容易与视隔发育不良相混淆 它通常液状全前脑就不会办发严重的面部畸形 而剩下的两种半液全前脑和液状全前脑 会办发严重的面部畸形 比如说刚才看到 汇鼻眼居进 完全性纯恶劣等等的 无液全前脑的超声表现是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下面再重复强调一下单一的原始脑式 秋脑是融合的 严重的面部畸形 这是无液全前脑的超声特征 半液全前脑介于无液和液状全前脑之间 同样是单一的脑式 但是侧脑是后脚是分离的 秋脑同样是融合的 枕后液部可以见分形 第四脑式或颅后窝时增大 面部畸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而液状全前脑呢 它的脑内结构异常程度不是很明显 它而其有时会被忽略掉 透明折腔消失时 我们不仅要想到 它是一个平直体缺失 也要想到 它有可能是一个液状全前脑 在双侧侧脑式前脚的部分融合 透明折腔消失 也要想到这种疾病 秋脑已经是分开的了 第三脑式都是正常的 脑积水 脑积水的时候脑中线是存在的 双侧侧脑式是分开的 没有秋脑也没有融合 可以有第三脑式的扩大 从这些上面 我们可以跟全前脑来进行鉴别 积水性无脑积型 积水性无脑积型 它不能显示大脑半球和大脑连 也不能显示大脑皮质的无回声 而无液全前脑呢 可以显示大脑皮质 它的秋脑是融合的 同时呢 可以伴发相应的面部积型 积水型的无脑积型呢 它很少办法面部的积型 适得发育不良 我们前面讲了 容易和液状全前脑混淆 它的颅内表现 与液状全前脑是相似的 所以说这两种疾病 单纯从超生上是不太好鉴别的 好我们来看一道练习题 孕妇28岁 孕儿产医孕26周 无特殊病史 这是它的胎儿的超生图表现 在秋脑水平横切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融合的秋脑 以及分开的侧脑是后脚 和融合的前部的侧脑是 看到这里头 我们是不是该考虑 它是一个什么疾病啊 独厚窝尺增宽 它应该是一个全前脑 是全前脑的哪一种类型呢 我们从侧脑是后脚分开 全部融合 我们可以考虑到它是一个半叶全前脑 而半叶全前脑的胎儿 常伴有明显的面部畸形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会鼻单一的鼻孔 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根据上述生相图 比较合适的诊断 应该是全前脑了 答案就是D 该畸形常会导致的面部畸形有什么呢 眼距近 独眼 会鼻 正中 唇恶劣 无人中 单鼻孔畸形 这些严重的面部畸形 全部都是耗发于全前脑 或者无业全前脑的 我们看一下答案 该胎儿最可能合并的染色体异常 另外超生还发现该胎儿有心脏畸形 即手足均为六指 我们知道全前脑最常合并的畸形 就是13三体 七次是18三体 同时它还合并有心脏的畸形 那么答案就应该是A 好 我们下面来介绍单鼻涡车畸形 单鼻涡车畸形呢 它是一个以小脑引部缺失 第四脑式和颅后窝齿 扩张为特征的一种畸形 约三分之一伴有脑积水 我们先来讲一个典型的单鼻涡车畸形 它是小脑引部完全缺失 同时会办法有第四脑式的扩张 第四脑式与颅后窝齿相通 这种非常经典的单鼻涡车畸形 并不常见 我们见到更多的是不典型的单鼻涡车畸形 比如说单纯的小脑引部 下方的缺失 单鼻涡车畸形 以小脑下一步发育不全为特征 可办或不办有颅后窝齿的增大 这是一种变形 变形在我们常规检查中 见到的要多一些 还有一种是单纯的颅后窝齿增大 小脑引部是完整的 第四脑式是正常的 小脑目上结构也没有异常 仅仅表现为单纯的颅后窝齿增大 这也是单鼻涡车畸形中的 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 我们下面就来介绍超声表现 典型的单定沃车畸形 我们前面讲了 是两侧小脑半球分开 小脑引部的完全缺失 第四脑式增宽 这是双次的丘脑 这是第三脑式 它第四脑式增宽 与颅后窝齿是相通的 颅后窝齿明显的增大 与第四脑式增大 两者相互交通 这是一个典型的单定沃车畸形 大家再看一下 正常的丘脑 第三脑式 第四脑式增宽 与颅后窝齿相通 小脑引部完全的缺失 这是经典的单定沃车畸形 好 我们再讲一下 单定沃车变异形 变异形的单定沃车畸形 两侧小脑半球之间 可以看到小脑的上一步 小脑的下一步是缺失的 两个小脑半球分开 颅后窝齿增大 可以伴有第四脑式的扩张 两者相通 但是它扩张程度 应该不如单定沃车畸形 扩张的程度那么明显 单纯的颅后窝齿增大 我们讲了是单定沃车畸形中的 一种特殊例子 超声仅表现为增大的颅后窝齿 大于十毫米 也就是一厘米 而小脑隐部是存在的 小脑发育是正常的 第四脑式以及小脑 以及小脑的沐上结构 均没有异常的发现 这是单纯的颅后窝齿增大 可以化为单定沃车畸形中 一种特殊的类型 鉴别诊断 颅后窝齿珠网膜的囊种 与颅后窝齿增大 是怎么鉴别呢 颅后窝齿珠网膜囊种 有典型囊种的表现 有包膜 呈圆形 内通生好 而单定沃车畸形时 颅后窝齿的增宽 可以与第四脑式相通 形态不规则 也没有包膜 所以说通过这点 我们是可以来鉴别的 关于单定沃车畸形 正确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答案 我们来一道一道分析 单定沃车畸形 综合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脑机型 这是对的 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脑机型 典型的单定沃车综合症 以小脑引部缺失 第四脑式扩张 和颅后窝齿扩张为特征 这是正确的描述 单定沃车综合症越典型 越厚不良的可能性越大 单定沃车综合症越典型越厚不良的可能性 是越大的 这是错误的 常伴有心脏畸形和手足畸形 这也是正确的 这道题答案就是A B C E D是错误的 好 我们下面来讲胎儿畸形中的纯恶裂 单纯的纯裂很好理解 可分为单侧和双侧的胎儿纯部的裂息 根据纯裂的程度分为三度 一度的唇裂是只限于红唇部 二度的唇裂呢 达到上唇的皮肤 但是没有达到鼻底 三度的唇裂从唇红到鼻底是完全裂开的 三度唇裂要比较严重一些 一二度唇裂是不完全的唇裂 三度的唇裂就叫做完全型的唇裂了 好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恶劣 我们先来看 这是悬庸锤 这一部分是软恶 再往前边的这一部分到牙槽中都是硬恶 单纯的恶裂可分为单侧与双侧的恶裂 根据恶裂的不同程度也分为三度 第一度是仅仅仅在悬悬和软恶范围的裂 其称为一度的恶劣 第二度恶劣是全软恶劣 一直达到部分的硬恶 这是二度的恶劣 三度的恶劣就是软恶硬恶全部裂开 一直达到牙槽工 这是三度的恶劣 双侧的恶劣 这是双侧的恶劣完全形的 从软恶到硬恶到牙槽工全部裂开 中间仅剩一股性的强回生组织 表面覆盖有部分软组织 这是恶劣的分形 我们看一下超声表现 完全的唇裂伴有牙槽秃后 完全的恶劣 完全的唇裂 从唇红一直到鼻下 全部裂开 这是完全的唇裂 这是双侧完全的唇裂 可以看到双侧 唇红一直到鼻下的裂息 中间唯一强回生的软组织 它应该是合并有恶劣的一个胎儿 双侧恶劣 所以说 仅于鼻下方的一个强回生的团块 表面附有部分软组织 双侧唇裂和半双侧的恶劣 好 我们来看超声表现 单纯的唇裂的超声表现 随于唇裂程度的不同 我们可以在面部的观状面 或横切面上看到 唇部的裂息 唇红内或者是鼻部皮下组织 或者是一直达到皮下 所以单纯唇裂的程度不同 而表现不同 再看 单侧完全的唇裂 合并牙槽突裂 或者是完全恶裂 它除了唇裂的超声特征之外 横切面上还可以看到 上颗骨牙槽突的连续性中断 呈错位的真相 就是说在唇裂的基础上 这是鼻鼓 在完全唇裂的基础上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个 自软鳄到硬鳄到牙槽突的整体的裂息 这是软鳄 这是硬鳄 这就是单侧完全唇裂 合并牙槽突裂 或完全恶裂式的超声表现 观状面上找到完全性的唇裂 横切面我们可以看到 恶裂一直深达牙槽突 牙槽突的连续性是中断的 双侧完全唇裂合并牙槽突或者完全恶裂 双侧上唇牙槽突连续性都是中断的 在鼻的下方可以显示一个明显的 我们刚才说的 向前突出的强回声团块 该强回声团块 前部是软组织 深层是骨性组织 这是双侧唇裂 伴双侧完全恶裂时候的超声表现 单纯的不完全恶裂 不伴有唇裂的时候 单纯不完全的恶裂 超声容易漏诊 因为它不伴有唇裂 在超声图像上 又很难显示出它的直接真相 因为完全性的恶裂还好显示 不完全的恶裂 不伴有唇裂的时候 确实是非常容易漏诊的 正中的唇恶裂 正中的唇恶裂 有它们自己相关的超声表现 正中的唇部 以及整个上恶的连续性 全部都中断了 裂头比较大 长半久 鼻结构的明显异常 这种正中的唇恶裂呢 经常伴发于全前脑和中部 面裂综合征 不规则的唇裂 不规则的唇裂 常表现为面部及唇的 严重的变形 裂口的形态不规则 形态很怪异 裂口可以发生在唇的任何部位 以上就是不同类型的唇恶裂 它的不同的超声表现 都需要我们在超声检查中 详细地去检查 才能发现它的特征 好 我们来做一道练习题 恶裂的生像图所见识 我们来看 上合骨 观状面显示鼻骨以下的骨缺失 这是正确的 恶劣是鼻骨以下的骨缺失 这个是错误的 鼻骨以上的骨缺失 它不是恶劣的表现 囊状肿物也不是恶劣的表现 全骨断裂跟恶劣也没有关系 那么这道题中正确的答案就是A 只有1是正确的 好 纯恶劣我们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